疫情之下,移民人数突破了1000万 为什么有钱人在争相集体出逃呢? 又为什么美国成为了首选? 国外疫情闹得这么厉害,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要移居海外 据世界移民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 中国移民海外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 而这里面的富豪人数更是达到了1.5万人 2021年有将近5万人移民美国 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境外移民国 其中去美国的最多,数量接近百万 其次是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其实呢,每次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 都会出现移民的情况 毕竟他们有能力跑啊 比如说俄乌事件前 乌的前100个富豪就跑了96个 吉德乌的总统泽连在全国发表讲话 让他们赶紧回国,否则后果很严重 问题是现在在全球疫情闹得这么厉害 美国自己的疫情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还往美国跑呢 我感觉这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 一是虽然美国的疫情闹得厉害 但不得不承认 它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确也更厉害 全球大学综合实力前10个学校 有8所是美国大学 而且对于有钱人来说 国外的环境也好 另外在国外不管干什么 自己的私有财产更安全 不会因为有钱人而被怀疑和质疑 第二个原因就是疫情之下 美国其实放宽了相应的移民政策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 成立了才200多年 但它依旧能够成为头号强国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就是移民 二战期间 大量的外来的移民 直接促进了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如今疫情期间 美国更是放宽了移民政策 出现了一个移民的黄金期 优先级别的移民 最快一年多就能拿到绿卡 换句话讲 只要你有钱 有财 美国欢迎你 那那么多人带着大量的资本 移居国外 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 可以肯定的讲 他们的出逃 将是本来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 转移到了别国的财富 给我国的外汇管理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据招商银行的一项报告指出 可投资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人群 在2019年达到了220万人 而他们持有的资产规模达到了70万亿元人民币 占当年全国GDP总额的70%以上 如果这些人移民 将会使我国近些年来好不容易增长的财富 都外流出去 而针对这些想转移财富的富人呢 国家也是出台了一条 禁止通过分期付款开放车的方车来增加 非标准资金池 换句话讲 就是国家开始加强对这些富人资金流动的关注 从而限制富人财量的一个转移 而且呢 中国还开始了全球征税 只要没有改国籍的人 即使已经依据海外 也要对其进行征税 而对于获取他国国籍的人 则视为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 虽然说要不要移民属于个人的选择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 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 不要有了钱就忘了本 视频最后呢 关于富人的机体出逃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